来看到不一样的土地宫 位在台中市南区江川里福德宫 原先是江家四人的庙宇 不过随着信徒增多 福德宫也成了地方宫庙 另外江家历代在明朝任官职 就连土地宫也带起了官帽 因此让他成了台中市 唯一一尊带官帽的土地宫 面容浮相的土地宫 有的手捧元宝 有的手拿如意 也有些持拐杖 各种不同慈眉善目的形象 但头戴官帽的土地宫 你有看过吗 南区江川里的福德宫 就很不一样 外观高画一串又一串的红色灯笼 显得气宇非凡 而他原先是江家的私人庙宇 随着参拜信徒变多后 就成了地方的宫庙 盖庙之后后来是江瑞昌 他的儿子江瑞昌做主委 做主委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庙 正式的就是关出来 不然以前大家会认为 这个土地宫是钢杆的 钢杆的 因为这都是钢杆的 很自然就是钢杆的 后来就是经由 那个装罪仓就是直接捐出来了 就变成它是一个宫庙了 身披红灵带 头戴黑色的明朝官帽 由于江家的历代祖先 在明朝军担任武将 因此土地宫为黑脸 而特殊的外观 也让他成为台中市 唯一一尊头戴官帽的土地宫 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有身穿 明朝武将的官服 还有头戴明朝的官帽 他是有帝黑色的土地宫 所以说他是一个造官的土地宫 将近三百年历史的福德镇神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以黑脸头戴官帽的特殊样貌 有别于其他的土地宫 也因此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